今天我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飲品 天氣很熱,所以一定要煮一些飲品 整天喝汽水和甜的飲品都不行 那不如自己煮吧 今天就煮山楂 這些山楂蘋果 山楂蘋果要放些冰糖 我稍後煮給大家看 現在是在藥材店買的 藥房、藥行買的 這包一斤 600克一斤 大約一斤 它是賣20元左右 這包一斤 這包一斤 有些太久了 沒有這包一斤 就不漂亮了 那你們要不要買這麼大包 那是 這包一斤 其實你們 這包一斤 我打算煮五支 五星左右 這包一斤 我煮五星左右 我煮多一點 那你可以買五元 給五元山楂 那就夠了 五元山楂你下四個蘋果 就煮 一瓶兩瓶 那我這包一斤 我這包一斤 我都不是全都放了 我放一半 放一半山楂 它是很酸的 其實很多人 就是這樣 倒下去 就這樣煮山楂水都可以 是開胃消制的 這一個飲品 現在要清洗它 要用水浸一浸 浸多久 浸幾分鐘 五分鐘左右 不要用熱水 浸一浸就要沖洗 不要用熱水 為什麼呢 它在樹上下跌下來 那些地上它撿來 接著就雜 雜了一片片 很多泥 很多沙 但是呢 那些味 你浸太久 它就沒有味 出來了 浸幾分鐘 接著沖洗幾次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稍後再和大家說 那些蘋果 買了回來 都是要洗的 它本身有辣 不過你是這樣 搓一下它 都OK的了 接著呢 又是一樣了 拖開它 一定是心不要的了 那我今次 因為我想煮五星水 五星的 煮出來有五星的 所以我用八九個蘋果的 如果你們不想煮那麼多 你不用那麼多 你放四個蘋果就夠了 因為有冰糖 要放少冰糖 山楂很酸的 本身 所以你們不用放很多蘋果 放四個 放四個可以煮到三星幾 四星都可以 那你放山楂 對 那我現在切蘋果 好 切好再和大家說 這些山楂呢 那些水 浸了幾分鐘之後 你先拿一拿去 那些塵就出來了 你看看多髒 你看看 那些水 看到嗎 那些泥 那些東西 就出來了 因為它都是放在地上 剛才說了 那你先夾一下 那這個呢 但你不要用熱水洗 不是沒有味的了 用冷水洗就行了 洗多幾次都不要緊 山楂乾 這些是 那些中藥房 有都買的了 那些紅紅的那些叫做漂亮 乾燥燥 那些紅薄薄的就叫做漂亮了 那些紅薄薄的就叫做漂亮了 譬如這些 這塊就不夠紅了 就比較不漂亮了 大家分別到了 紅和不紅的 但有時候你很難選擇的 你五元山楂 怎樣選擇漂亮還是不漂亮 那買山楂的煎包 拿包來看看 那都還可以選擇 都是講運的了 有時候的東西就拿一拿去 再沖 再沖 目的是沖回它的泥沙 那浸了幾個字之後 沖乾淨它 希望它不要有泥沙 那樣的 好了 有很多人就這樣煮山楂水 有什麼好的呢 其實煮山楂 開胃燒製 對 開胃燒製 很好喝 很好喝 對 這些可以了 然後加一些蘋果 我剛才不是說 想煮五星的嗎 剛才這裏有八個蘋果 小蘋果 大蘋果六個就可以了 咦 那你上次蘋果水都不用加冰糖 為什麼這次要呢 因為山楂是酸的 你不加冰糖下去 你是調不起味 基本上 你不加都可以 你加多幾個蘋果 但是 不夠味都要加 那 那 多少冰糖為夠呢 那 見人因人而異 那 你開頭下呢 先不要下這麼多 煮好了 試一試味 適合甜 就夠 不適合甜 再加糖 對了 那一樣 現在 我這個 為何可以煮這麼多 因為我這個是八星煲 來的 那八星煲 我都是煮四五個小時 就焗它一晚 這裏七星的了 對了 這裏七星的了 對了 這裏七星的了 這個煲很大的 對了 這些三十年貨仔的了 那我現在拿去煲 煲好 再跟大家說 好 好了 現在煲了 大火 大火煮滾了之後 再煲它五分鐘 這個 煲了五分鐘 其實你已經聞到 少許山渣味的了 因為我煲太多了 這個八星煲 我煲到它 差一點點就會 所以現在它不會煮的 因為煲 都是七星半水而已 那現在這個情況 煲了五分鐘就是這樣了 有山渣味的 你聞不到 其實 那現在要把它扭回小火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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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小火 又有 裏面的火 外面的火 煲四個字 煲四個字 不用理會 了 明早 即焗它六個小時以上 和蘋果上一樣 明早再跟大家說 好 是 山渣蘋果 煲了幾個字之後 浸了一晚 現在看看 其實它這個山渣蘋果 比較濃烈的 因為它有山渣 山渣有些少少 這些這樣的色 所以很濃烈的 所以一定要加些冰糖 然後放進去 一會兒我進了一瓶 再跟大家說 山渣蘋果 已經進了一瓶了 昨天不是用這個煲的 牛這麼大 這個煲 牛這麼大 但是呢 因為很多 渣和山渣 你看到多少 這些渣 所以 我昨天用7升 水煲 現在煲了這麼多 1.25 3升 3升 3升半 4升 大約是煲到4升水 那 進一瓶 現在就很棒 它其實都很清 你看一下 很好喝 雪凍了 沒得頂 這個 只是蘋果水 它還有開胃消滯 多喝有益 好過喝汽水 那我下次再煲 另外一隻 飲品給大家 多謝